哈喽大家好,这里是穷顶 大家好,欢迎来到穷顶,我是穷哥 一个专注与不标准普通话的电影解说 你们牛排喜欢吃几分熟 最近看了一个喜欢吃三分熟的老太太 竟然身体脚尖,还能爬屋顶 看到这里我只能说惹不起惹不起 我太穷了 身为一个福建人只能吃螃蟹 还有防止广东人吃掉我 今天我们要说的这部电影看完后 我只能用一句话来形容 无酷之进退,奈何出此物 电影的名字叫基督再临 某个圣诞节全新 一名男子从天而降 他拿出了刀子切掉了自己的翅膀 然后冲落到一个军火库内 拿到了许多枪枝 原本警察在外面巡逻的 被突如其来的爆炸给吓得一愣一愣的 但你说警察是这个男子的对手吗 另外一名被附身的警察说了一些奇怪的话 显然这名叫麦克的男子身份很不一般 另外一遍 在沙漠腹地的这边的某个餐馆内 吉普和女友克莱尔在这里生活着 虽然吉普很喜欢这个女友 但你女友肚子里的孩子也不是你的 总感觉怪怪的 不过吉普似乎并不在乎这些 他们期待着这新生命的降临 虽然老爹也有点郁梦 但也没有办法 老爹之所以会选择买下这里 那是因为当年听说这块要开发 所以早早的买下了 可是最后开发地 反而在另外一个地方 简直是血亏 所以老爹对儿子所说的 做了一些奇怪的梦并没有单一回事 觉得有些时候不要太固执 不然会像我一样后悔的 他就是因为感觉这里会热闹起来 最后亏成了这样 也劝儿子放弃这个女友 某日一家伤口的车子坏了 被困在了这里 没多久 一名黑龙男子 似乎有什么事情 需要前往某个地点 但因为对路况不熟悉 最后迷路了 所以准备在这里打电话问问 毕竟在荒漠上 移动电话可是没有信号的 这一切似乎都很正常 直到吉普看到 公路的另外一边 竟然有一片可怕的黑雾 然后餐馆的电视也坏了 电话更是出现了问题 没多久 一名老富人来到了这里 诡异的事情就开始发生了 老富人点了 三成熟的牛排和一杯水 然后询问克莱尔孩子的情况 更是热情的和那对夫妇打招呼 但随后 吃牛排的画面有点小偶心 老富人更是对克莱尔 还有那对夫妇说了一些不好听的话 惹怒了那名丈夫 没想到老富人直接将他给咬伤 然后说大家都会死 之后直接爬上了屋顶 果然牛排测得好 屋顶都能上 最后这名一变的 老富人直接被干掉了 因为大家再少也知道 这名老富人有点不对劲 还长着锋利的牙齿 原本他们想带着受伤的丈夫离开这里 但你说真的能离开吗 天空中那黑压压的一片 并不是乌云 而是无数的苍蝇 人要是暴露在外面 估计分分钟就会死 大家也被这可怕的景象给吓到了 最后只能回来 没多久 电影开头的那名男子 麦克尔出现了 说了一些神道道的话语 大家还以为他是警察 或者刚才那种可怕的生物 最后才发现他都不是 麦克尔来到这里 就是为了保护克莱尔 也就是我们的女主 随后他们一行久了 躲在了餐馆内 而那名受伤的丈夫 显然撑不了多久了 麦克尔给每个人配了一把枪 随后他们将餐馆的大门给堵上了 时间换 天色渐渐暗了下来 餐馆更是停电了 为了安全起见 他们都爬到了屋顶上 对外面进行监测 没多久一辆诡议的 兵器人车子竟然开到了这里 这一看就知道不对劲 毕竟大晚上 你在沙漠中跑可是很不寻常的 果然从车上下来的工作人有问题 张开了血盆大口 四肢更是变得奇长无比 我原以为他的战斗力很强 谁曾想一枪过去直接搞定 但事情显然并没有就此结束 越来越多的车子往这边开来 每个人都被附身成为了怪物 如果是成年人 不许大家直接动手 但下面还有一些孩子就不好说了 而受伤的丈夫成为了第一个被抓走的人 第一波的攻击很艰难的敌御柱了 麦克尔也趁着这个时候 和大家讲述关于上帝的故事 他说上帝第一次对人类失望就降下了灾难 而这次他又对人类失望了 外面那些着魔的人就是被派遣下来的天使 其实我一直以为是恶魔 想不到是天使 天使还长着獠牙 这个设定也没谁了 至于麦克尔本来是天上的一名天使领袖 但他觉得上帝的决定是错误的 所以想要来帮助人类 而女主就是他要保护的人 一旦孩子降生 或许战难就会结束了 孩子也是希望的象征 说完这一切 麦克尔表示刚才只是对我们力量的测试 接着他们会冲击我们的心灵 谁的心灵最坠落就会被影响 果不其他没多久 那名女人就因为丈夫的事情逐渐崩溃 第二天更是看到了被绑在外面的丈夫 但丈夫身上的笼包有多可怕 如果不是餐馆的黑龙大叔 用后背保护他 估计女人早就死了 至此已经死了两个人 吉普的父亲非常的难过 因为这个老虎鸡跟了自己睡久了 现在就怕这名疯女人做什么事情 只能先将他给绑起来 众人还从广播中听到那些大城市 有很多被杠者聚集在一起 其中有个地方距离这边最近 有的人想要离开这里 但麦克尔不同意 不管他们去哪里 都会被那些人给追上的 所以躲在这里是最好的办法 女主还和吉普说了自己的真实想法 就是这个孩子本来是要打掉的 但终究没能去做 也因为这个孩子 让他陷入到万劫不复 但作为一个钛合金备胎男 显然是不会在乎这些的 吉普表示 我会照顾你和孩子了 好吧 这备胎的行为我实在看不下去了 此时黑龙大叔和那对夫妇的女儿 在屋顶上巡逻 两个人也在那边巡聊 没想到这边的灯突然亮了起来 原来有人开车逃到了这里 黑龙大叔为了救他们 直接冲下去开枪 但他想要救的孩子 竟然也被人附生了 如果不是麦克尔冲出来救那个妹子 估计那个妹子咋就死了 好在这一段有惊无险 不过也因为这么一下 女主似乎要生了 而此时外界 无数被附生的人围堵在餐馆这边 孩子的啼哭声 让外界的人慢慢恢复了正常 但可惜那名女人已经疯了 准备带着孩子去换取她们的安全 这简直是疯子的行为 就在此时 另外一名天使来到了这里 面对有翅膀的天使 吉普的老爹直接被干趴下 麦克尔让吉普带着女主他们先走 然后给了他一把钥匙 说找到先知 懂懂那些指令 因为这个孩子可能就是救死的关键 没有翅膀的麦克尔根本打不过对方 最后直接被干死 但吉普他们真的能逃走吗 显然是不能的 虽然吉普的老爹临死前 引爆了天然气 但并没有杀死对方 吉普开的车子遭到的袭击 更是发生了车祸 比起能飞的天使 吉普人真的弱得一逼 好在麦克尔从天而降 因为他根本没有死 麦克尔说 我懂他的意思 而你们却只是执行任务的机器 说完这些 麦克尔干涉了这点好机友 最后离开了 而女主他们还是要去寻找 所谓的先知 寻找救世的办法 看到这里 我真的要破口大骂了 这显然并没有结束啊 但这部电影拍掉步 显然也不太可能 就觉得分数不算特别高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